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陆毅 今天走进美国来到了 纽约 New York City 我们通常把住在纽约的人 叫做纽约克 New Yorker 那么纽约克当中的美漂群体 是怎样生活的呢 现在我就带大家走进他们的生活 纽约是美国名气最大 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美国生活开销最高的城市 纽约智库都市未来中心 在200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 年收入6万美元 在纽约曼哈顿所能享受到的购买能力 相当于年收入2万6千美元 在亚特兰大生活的购买能力 让人感叹 纽约居实在大不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纽约过着美漂生活呢 今年25岁的丁丁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 进入了世界著名的跨国银行工作 但几年之后 她毅然辞去了这份 很多人都羡慕的高薪工作 那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今天就来到了她 位于曼哈顿的家 探访一下她的美漂生活 跟我一起去看看 嗨 丁丁的家在曼哈顿中产阶级 聚集的格林威之村 室内陈设温馨简单 充满现代感的空间内 没有隔间 卧室 客厅 厨房 一目了然 两面高大的窗户 让室内充满日光 这样的小窝居 每个月的租金 2500美元 在寸土寸进的曼哈顿 已经是不错的价格 丁丁虽然很年轻 但却有着许多童年龄女性 少有的经历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非常小 然后16岁的时候 就离开中国了 然后当时我出来的时候呢 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 在国外 然后所以还是一个人挺孤单的 就是我一个人 然后每天练英语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到了美国 到了在高中上了一年 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 读了四年 毕业了之后呢 我参加了一个工作 那么一个全球的轮回 所以就在伦敦啊 香港啊 纽约 日内瓦都有工作过 第一天来美国的时候 当时我一来到学校 我就把学校的 就是整体的摸清楚了 就是因为 当时来美国上学 我是上了高三 所以马上面临着 升学的这个压力 然后我当时想考 长青能大学 所以就不仅要学也好 有这个课外活动 然后还要有领导能力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我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领导能力 这个方向做好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要去竞选学校的 学生会出席 丁丁后来如愿 进入了纽约的 哥伦比亚大学 毕业后 马上被一家 国际大银行录用 那么我找到这个 全球的这个 私人银行的 这么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 其实很多人是很羡慕的 因为工作把我放在香港 每个月三万块钱的酒店 然后每天还有 那个 就是清洁工来帮我 收拾房间什么的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 也住很好的房子 然后呢 工作又在各个地方 有轮岗 对很多人而言 这应该是一个 美好人生的开头 但是对多才多艺 又喜欢接受挑战的丁丁 一帆风顺的生活 不在他目前的计划之中 就是当一切 我的生活非常好 我的工赚的钱很多 然后老板很好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我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我 可能十年以后 我做到我老板的 规矩上 一年一百万的年薪 但是做的事情本身 不能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对 于是在家人 急不赞成的情况之下 丁丁辞去了 这份高薪的工作 准备在这个世界 文化大熔炉的纽约 实现自己创业的梦想 而目前在搜寻引擎谷歌 担任工程师的男朋友 李耀明 则对丁丁非常支持 丁丁的自主性非常高 我很鼓励她这么做 而且认为她应该 趁年轻时赶快去做 吞吞吐吐是一种用手机 随时学习语言的应用程序 也是丁丁目前创业 正计划推出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的 主要是让全球的人 可以用手机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非常方便地学习语言 练习语言 这个想法来得非常简单 是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 想练广东话 所以我就想 那我要不要跟我其他美国 或者我在哪认识的 一些香港朋友 发一发微信 然后聊天 然后问问 我这样讲 我说的对不对 你给我改正一下 那么目前我们现在 有不少的用户 在这个平台上用 然后大家反响都很好 然后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些用户 可能他们很少有机会 直接地跟外国人对话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之前我在中国成长 也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 今天是丁丁为自己公司 招聘实习生的日子 一开场 她先用流利的美语 为自己做自我介绍 其实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找人 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招几批的英特 今天在第一批 我觉得来的同学们 首先他们都非常有积极性 他们先首先上了网站 研究了我们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又用了我们的APP 面试的方式采群体开放室 丁丁出考题 测试同学们的临场反应 我现在做的空课是 我希望他们能画一个Markup 因为做软件的话 我们每一次都是先要做一个 在纸上做一个图形 或者是在软件上做一个图形 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反复的测验测试 然后发现所有的逻辑 全部没有问题 然后用户也发现满意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进行生产 那么我现在要他们做的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图画出来 根据我现在出的一个题目 在经过一系列密集的面试后 丁丁又给面试者出了一道实战题 那就是到街头去采访路人 除了在会议室内的集体面试之外 丁丁的考题还包含了 街头访问的现场实战题 这些面试者将如何来应对呢 我们将在下个星期的走进美国节目 继续为您来介绍 再会 在架zie 我会 takeaway的 你先走了